好划, 兩道菜有肉有菜 外賣只是15元 對, 如果在這裡吃三送一湯 只是22元 你們看得流口水, 肚子餓得餓嗎 那又不是, 不過今時今日的香港 十多二十元有一餐也很難得 有心就行了 什麼心? 善心 這裡是由一位有善心的老闆 為深水埗的街坊而開的 他有時還會免費派飯給有需要的人 我們今天會… 失機無神, 鎮兩句 老闆… 你好… 師傅, 我想問, 上游心生 做得時時多, 樣子有什麼特徵? 當然有特徵 順便教你們兩個結識男朋友 師傅, 最重要是看他眼窩 眼角, 情多薄 眼角, 心惡, 眼線, 心線 而且眼線的人心線 眼看得很舒服 不會有閃閃的光彩 那些光彩可能是假的 是在旁ison 因為眼睛很舒服的人 不是旁ison 所以用錢來做目的 眼睛像我這樣, 後面一滴 當然要賺錢 我覺得老闆的眼神很磁場 是, 而且很慢的眼神 不急 師傅, 我聽說有耳珠, 即是有福氣 會否說一個人做得時事多呢 耳朱就越來越厚, 越有福氣 有機會, 因為看 兩個部位會不停生長 一個是人中 所以留意年紀大的人 人中會很長 耳朱也是, 你看我現在 左邊沒有耳朱 看不看?右邊有一點點 原來耳朱和人中會隨便年紀生長 但是老闆叫做雞嘴耳 雞嘴耳叫包丫鎚, 不須得 一定做什麼, 一定要做到為止 這是個心 所以有時不一定要看月珠 老闆, 你買了多久 這麼便宜的套餐? 自從九一撞飛機之後 經濟一路衰退之後 開始轉來做敗炭 那時是15元三公反 十元了 15元就撞到一路百元 按照需求加到二十四元 原本夠出糧, 開始就不會加價 那些物價, 現在升得很厲害 就不管人家怎麼做 總之我們就堅持了 總之生存得到 對 師傅, 老闆又積福又積德 他萬年就一定很好 我們有說 一命二運, 三風水 四職陰德, 五讀書 職陰德排第四 不過你別想了, 不會馬上告給你 會報應於無形 甚至乎有時報應在下一代也會 八十年代初 深水埗的人口接近五十萬 成為當時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 所以對土地的需求也非常大 有見及指, 政府移山填海, 開拓土地 原來填海對於深水埗的地運 竟然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師傅, 我想知道 填海對深水埗影響有多大呢? 這個作用很大, 我們站在這裡是填海區 本來2004後行西南水運 應該是長沙環到後面吃了地氣 誰知我們推出陸地, 截了地氣 所以這裡旺得這麼厲害 是截了整個舊的深水埗區的地氣 周邊的填海會不會對深水埗區有影響呢? 因為我知道 鞍旋州在1999年年開始填海 連接葵蔥和長沙環 成為了九龍半島的一部分 影響就大了 本來整個深水埗長沙環區 青龍就有尖沙環區就不錯了 白虎是荔枝角, 這樣退縮 青龍環埔, 白虎退縮 青龍代表男人, 白虎代表女人 就是你男人, 不管你兩個女人 但是自從岸旋州填密之後 岸旋州本來是整個深水埗的岸台 填了之後變成了白虎 本來青龍已經有力了 白虎填了之後還有力 整個看著自己這樣抱著 所以以前你看到 整個區是男性主導 什麼都男人, 沒什麼女人出沒 深水埗, 你知道嗎? 現在, 周界的女人說 那邊已經幾個五個都女人 現在女人當權, 在這區越來越厲害 這裡就叫西九四小龍 但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稱號? 我又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最初賣出來的時候 三千元尺也不用 一生起到一萬八千 可能太高升至潛力, 像龍一樣威猛 升了這麼多? 對 遲早入手了 對 師傅, 這幾座大型屋苑 他們相隔這麼近 其實他們的風水會不會互相有影響? 有用的, 大家聚在一起 互相依望, 不用孤獨無口 大家可以自己聚旺自己 這四個屋苑的風水來看 哪一個是聚旺的? 這三個屋苑大部分單位 正東、正南、正西、正北 正南和正西就是旺財不旺丁 正東從正北就是旺丁不旺財, 對吧? 唯獨這座是起歪的 大門方向是東南、西北 大門向東南和西北就是旺財旺丁 東北向西南就是選財雙丁 你不會找錯選財雙丁, 對吧? 後面的學校被四個屋苑包圍住 對這間學校好嗎? 對這間學校有幫助 起碼有客源, 對吧? 但對附近的屋苑有幫助, 更大一點 是嗎? 因為學校設置一張寫字桌, 叫案桌 如果你的高度看見學校比較矮 可以有寫字桌, 行李升官發財 對利打, 公營機構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好, 現在你最好, 閉嘴 因為在夜蘭人靜的時候 我怕你騷擾別人睡覺就不好 對了, 你幹嘛無緣無故待你 我這個朋友給你介紹 誰? 是你的男朋友 那就是誰? 就是家明 那我要先準備一下 你好, 家明 你好, 高零 你好, 蘇姨,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打算和你一起開餐 不是啊 人家的家裡的名字叫家明 名字叫張景淳 是, 師傅, 你好…歡迎 張景淳, 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我一零年一月進來住就約三年了 那就是白雲 這間房子原來大門向西南偏西 黃丁, 吳黃財 廚房原來算過是五位, 病位, 喋舊位 什麼鑊位, 多不多煮食嗎? 煮食不多, 多數都是煮給別人 煮給別人吃, 煮給別人有影響 因為這個位置原來要放葫蘆在爐底 原來在爐這個位置 再放黃色紙才可以化病 但我看到廚房的瓷磚紅色 廚房熟火, 會不會是火上加火呢? 這麼少瓷磚紅色就不怕 除非有些人全廚櫃上都紅色 火就太大了 就算是這樣, 影響也不大 最多是九年一次病位 那年多一點而已 不過多點水也可以化解 而且原來你的材料漏了廁所 容易漏材 為什麼要吹一下材料呢? 那就簡單了 最簡單是大門旁邊 放水中靜滑吹材 對, 然後我們知道這是材料 放在旁邊或是材料 或是材料 對, 製作豬汁錢銀, 入錢也行 可以聚材了 原來你這房間才是全屋風水最好的位置 是 原來一邊貼著桃花位, 一邊貼著材料 你就在談桃花位 桃花位有什麼用? 你聯絡客人, 你在談材料 是 聯絡身材, 站在這邊 一談到價錢, 馬上來這邊 坐這邊 坐著材料, 談價錢比較容易 家裡的材料除了你錢之外 原來都是你身體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給老人家份財位 你是不是老人家? 我不是, 不過… 我也想身體好一點 那也可以記得打地鋪 有空來這裡 好 那你的主人房是材料的位置 是嗎? 你的房間顏色也適合 米黃菲, 百搭系也行 還有一點凸出來的糧 原來一呎以內也不叫還糧, 壓頂 所以這個糧也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經常看出去的景點 我看到一個女字, 街燈畫出來 如果中國獎上有女字 又有女貴人之座 風水也可以用 用膚型渴障 這次女字也是有女貴人之座 有女人緣, 加分的 是不是好事? 當然好事 當然好事 不是你這個問題, 行行也好事 是嗎? 因為全香港來說 現在女人比男人多 當你一半男一半女 起碼有一半人對你有幫助, 當然好 師傅… 景常這間好吃多少分? 這間不是分數的問題 因為旺丁不旺財 丁的意思是身體人而人際關係 對人事特別有幫助 我聽說丁是否可以當成生兒子? 其實與此無關 丁很多人誤會以為是嬌丁 旺丁就以為有很多嬰兒 旺丁就以為生不了兒子 旺丁不旺財, 財的方面不是很濕嗎 當然不會, 因為旺丁不旺財 就能趨財 而且旺丁身體人而人際關係更好 人際關係更好 是否間接的錢也比較多? 看不看權呢? 在這個位置還要有肉包 所以容易平身近貴 你看到女字特別有女貴人之助 加上也一樣 實在太好了 這類旺丁最適合哪類人呢? 簡單一點, 如果你本身人緣不好 旺丁就抬高女人緣 其實身體不好, 旺丁對身體有幫助 一退一老人家就不用賺錢了 還有這些安享晚年 還有公務員收入穩定 除非你貪污 不然旺場沒有用 所以如果收入穩定 住旺場屋是零分的 一定要住旺丁屋才有用 一樁一起住旺 增長 一旦